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导师并不会给出答案 而是靠电视观众投票的方式 第一天播出 第二天统计观众投票的方式公布选手成绩 这也让比赛更加公开透明 另外 节目也加入了专家点评 编剧和导演人才 可以说无论是对选手和观众都做到了认真负责 从昨晚的播出情况来看 相声小品大赛首播收视就成功夺冠 根据某官方数据显示 实时收视率传升到1.1401% 成为八点到十段 全国所有节目的收视率冠军 专家郭靖与导演的娘道 确实让人光目相看 要知道郭德纲的节目相声有心人最好的收视成绩也不过排在第三 看来 这次央视出手还是依旧霸戏十足 收视率惊人 让人羡慕不已 而关于评委导师方面 多为上少届的老艺术家作证 像我们熟悉的江坤 冯孔 李博祥 石富宽 魏了亮的 而蔡明 龚汉林等则担任小品方面的导师 这阵容凯比春晚 导师的专业点评获得观众振振掌声 承包无数的笑点 相较于郭德纲的一家之言 这次可谓是大事运集 而这档节目主了 并成红娘主旋律 歌颂真善美帝初心 只在为国家选拔定 培养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相声小品人才 表现出色的选手还将只通2019年春晚 这一点郭德纲确实还有一定的差距 虽然 现在的郭德纲商演非常成功 万人厂的演出已经成为家常便饭 但是 登上春晚的舞台是屈指可数 除了 昨晚我们看到的梁红浩 杨凯的纠结 王成思 杜小宇 的 谁是主角 小宝 大宝 郭阳 郭亮分如此师徒等精彩相声节目之外 当晚 吕腾飞 韩磊 傅朝奎 流畅的在见酒吧成为最大的惊喜 获得观众掌声不断 值得一提的是 大宝和小宝虽然才六岁 但是 已经是苗傅最得意的学生之一 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另外 被郭德纲淘汰的焦大博士向上攻势 创世人也将登台表演 但是 这一次能否完成一转 拿到直通春晚的名额 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 不管怎样 我们还是期待这档节目能够更加精彩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吧